嗨,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能給我這個機會 來這邊分享說怎麼幫一個C++的應用程式開發一個profiler 那profiler我不曉得說大家平常在講的時候會講英文還是中文 知道大家會覺得說profiler中文要怎麼翻譯 剛好聽到一個還不錯的說可以翻譯成測寫 或者可能我們就可以叫做效能上的測寫好了 那我的名字叫Kunton Kunton Tsai 那我是今年年初從陽明交通大學職工研究所畢業 畢業之後我就到NVIDIA 目前是在服務研發系統 那工作內容主要是偏向就是以Servor為導向的軟體任期的Sofer QA 所以工作內容可能會包含說我要去學一些自動化測試 以及要去做很多Performance的Testing 像是可能我就常常都要測CudaFive這樣子 可能就是要測說目前Serviting可能最近出了Release 他的Performance我會去做Benchmark 看我們的Drop 那有Drop的話再去要去看他們的Connect 或者說你可能是馬歇卡尼的造成什麼Drop 再請Servor進來看這樣子 那會來這邊像是說做這個Performance的演講 主要是因為說以前我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也只有兩年前而已 有修過永樂老師的課這樣子 我會自己的課 那當時主要是想要處理的問題 這邊算是題外話 那時候剛剛延續剛剛前面俊序講的 我們通常做數值軟體計算的時候 他剛剛提到說有的時候可能比較難debug的地方 在於說不曉得算出來的結果到底是最對的還是錯的 那我這邊剛好可以有一個反過來的例子 就是說這邊我們有時候可能假設我們已經確定算出來的結果是對的 再來我們可能就要追求效率追求速度這樣 那當初主要是我大學的時候給你一個教授做研究 當時在開發一個股票當中的策略這樣 然後他就是要透過一些時間序列的統計的數值模型去做計算 對那這時候速度就很重要 因為早點算出來我就可能可以多賺蠻多錢的這樣 對這邊算是簡單做個demo 對這邊呢每天我們的數值軟體呢 會去掃很多種股票的配對 然後我們會掃出兩支股票去做當充 那我們可能會做一買一賣 然後把風險對銷 這樣我們就可以去賺中間的加差這樣 所以以這邊的例子 我可能這天某天我就去放空 放空微星買進銳銀這樣 然後就可以去賺一點點的加差 所以這樣子時間就很重要 所以早點把結果算出來 就有辦法早點交易這樣 那通常我們在可能同學生時期 哪怕後來開始我們現在寫程式 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程式跑很慢的 通常有可能起手勢 像我的話 我有可能就是可能 以Linux的話我可能用HTAP看一下 到底現在是什麼情形 是卡在IO嗎 還是memory有問題 還是CPU usage很高 那Windows可能就打開 TestManager看一下 那或者是可能再厲害了一點的人 可能就可以直接看source code 去trace source code 去看說是不是有很多不必要的 可能過多的function code 因為這些都會拖慢效率 或者是甚至會不會我的演算法 其實是不合適的 不夠有效率的這樣 再來就是我們會針對 那有問題的程式 覺得可能它是拖慢 執行速度的程式 我們會把它去做優化 像是做平行化處理 或者是我們會考慮像是說 cache locality 去做一些記憶體上的優化這樣 但其實最難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找到battle net 在哪裡 Pathbar在哪裡 到底是哪一段程式碼跑特別慢 到底要怎麼找出哪一個程式碼跑特別慢 這裡可能有一個簡單的施加加code 比如說可能比較true force的做法 我們把每一個function拆出來 然後我們單獨去執行它 去計算時間 但其實這對大型程式的專案來說 不太可能這樣 這可能只能應付可能 不是系統概論的作業這樣 所以這時候就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叫profile這樣子 就是效能測寫 它是一個工具說我們可以去 算是去監控一個程式 它run time的一些行為 然後把它的一些資料去做算是把它存下來 然後事後去做視覺 讓開發人員可以知道說 到底是哪一行code之前那麼久 或者是我到底甚至厲害點說 哪一行code可能有memory leak的問題 通常這種profile的工具會分成兩種 一種是sampling based 就是說它是會把程式跑起來 然後同時另外一支程式不斷的去針對 那支process去做抽樣 甚至說對整個電腦系統去做抽樣 這樣子 然後它可能是可能一秒 可能抽好幾次這樣子 這邊可能有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邊可能有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邊橫軸是時間 可以看得到說 它是在執行上這個CPU 目前可能有執行到function 那虛線就是我們去做抽樣的主例這樣子 所以假設這樣抽起來 我們發現說 Function C被抽到六次 Function D被抽到三次 那我們可能有一點點信心會覺得說 A那會不會是C執行比較久 那這樣子我們會不會去針對C去做optimize 就是有機會去解決我們的效能問題 同時通常這種profile 它還會針對當時的那個執行的stake frame 它會去做測寫去做記錄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我們可能就是說 原來剛開始Function C是從man執行到A 再執行到B 再執行到C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資訊會更完整 那另外一種是用 算是比較用擦裝的方式 Instrumentation Profiling這樣子 它是可能透過人為 或者是透過算是一些自動化的工具 去把一些我們想要 像是監控程式執行狀況的程式碼 把它安插在程式裡面 那有可能是人為手動安裝的 擦裝的這樣子 所以簡單算是比較一下 就是說 Sampling跟Instrumentation Based Profiling 它的好處 像是Sampling的好處是說 它比較像是非侵入性的 所以它的Overhead會比較低 但是它可能它的壞處就是說 比如說以G++主義的話 可能有些Function 我們把它做Inline這樣子 或者是有些Function 可能Compiler把它做了一些處理 所以導致可能後續 我在做Sampling的時候 其實是看不到這樣子的資訊 而且通常Sampling它的好處是 當然它Overhead比較低 但是它其實相較的比較沒有那麼準確 那以擦裝為主的Profiling 它可能就是說 就是我可以 InlineFunction我也可以抓得到這樣子 然後它比較準確 以及最重要的 它可以比較好客製化 那像是以剛剛我們ModMesh的例子來說 其實我們可以大量做客製化 這樣就可以轉出更多的評級 那其中以最有名的 算是Sampling Based Profile 就是Linux的Curve 所以透過Linux的Curve 其實我們有時候就可以直接去針對一個 我們可以把它attach到一個process上面 然後去對它做測寫 去看說到底是哪些Function 其實比較久 甚至有沒有可能 這段期間的cache miss的數量之類的 那這邊開始會講說 那我到底是怎麼樣去開發一個簡單的 Source Code Level的Profile 就是剛剛前面講到Information Based 是怎麼在可能層次碼裡面 安插我的Core去做Monitor這件事情 那這邊可能我們先說 那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能先設一個里程碑 所以我們剛開始的目標 可能說我們只要算是說 我們把一段程式碼執行的時間 把它log下來就好 後續我們再去用人為下去看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方法可能說 我們可能可以用一些 像是定義一些句集 一個macro 那我們這邊有兩個macro 一個macro是可能獲得現在的timestamp 第二個macro可能是 也是獲得當下的timestamp 那麼透過把這樣子的macro把它安插在一個function的一開頭跟結尾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function被執行了多久 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算是一個小小的範例 一個function one function 這樣 所以我在function的頭跟尾都按插了macro 就可以獲得它提醒的秒數 那再來可能再貪心點 有可能會說 那一定要在頭跟尾都按插macro 不能插一行就好 那這樣子我們這時候 我們可能可以用了C++的constructor跟destructor 去做達到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constructor的時候 我也是同樣去做獲得當下的時間 那destructor的時候 我就直接去算到底過了多久 所以以這樣子來看 就是說其實我只要探插一行code 我就可以簡單達到這件事情 這時候我們會知道說我們的function被執行了多久 接下來可能我們會再貪心一點點 我們會說 那除了讓他知道執行多久 我很好奇說這段期間 到底我的凡事 我的function被執行了幾次 對 因為這樣子的資訊 其實是sampling-based的profile達不到的 因為他是不斷的去做抽樣 所以他沒辦法準確的知道說我的function被執行了幾次 他可能粗略的抓這樣 這時候我們可能就可以去取一個另外一個class 然後這個class 去存說每個function 他被執行了多久 他被執行到幾次這樣 然後這時候我們還可以用一個算是另外一個container dictionary去存這樣子的資料 以這樣子的結果來看 就是說這時候我確實我可以達到我想要的效果 像function1我被執行了一次 function2我被執行了兩次 各被執行了多久 其實這樣以目前來看可能這樣資訊其實還算夠了 就是說我知道確實某一個function被執行了很久 但其實可能又有另外一個問題 或可能對有人會更貪心說 但是同一個function 可能會有不同人call他 那假設一個function被不同人call 代表他被執行很多次 但其實 程式的執行路徑 應該是更多人更好奇 什麼樣執行的路徑會導致我會執行到某個function這樣 所以說這邊就是說我想要去讓profile support 或者說我想要讓他可以針對call pass 執行路徑去做profile 但是目前比較困難的點是說 那我要怎麼去maintain我的call tree 那這邊算是說我去surveille一下一些call 還有看一下linux 他是針對這樣子的問題 他是怎麼去做 怎麼去硬解這樣子的問題 那這邊他們其實linux kernel 大量用了很多這樣子的資料結構 對 叫做radix tree 那中文可能叫激素素 我不確定台灣是這樣講 對 或者是我們可能叫它fix tree 也可以這樣子 對 所以以這樣子來看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每一個node 把想像成是一個function 那每一個ch 他的 你節點 就是他的call 就是他呼叫了哪個方法這樣 對 那每一個node 我就可以去存放說 我的profiling的data 像是這個function被執行了幾次 這個function執行了多久 甚至未來可能還可以說 那這段期間有沒有造成memory leak之類的 都可以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對 那這樣子的tree 我在profiling的時候 這樣子的tree 它是動態的產生的 像這邊我可能從function面開始執行 執行到a 再來到b 再來到c 再來又回到a 再來又執行c 這樣子 這樣子的tree 就可以算是說 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可以知道說 目前的執行路徑 它profiling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邊算是說 就是說我要去定義 寫出一個算是每個radix tree 它的node要長怎樣 要有什麼資料 那每一個node 它還會有很多個child node 這樣 然後每個node 還會存放我的profiling的data 以及每一個node 我還有一個pointer 要去指向我的媽媽或爸爸 這樣子 再來是樹的結構 那一個樹它就會有一個root pointer 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current pointer 說我現在執行的時候 我的current pointer 會跟著城市執行的狀況 跑來跑去這樣 以此我就可以把這個cultry 給建立起來 所以說當我算是說 我進入一個城市的時候 就是為了算是效能計算上 我會把 function name把它map到一個id 當後續我去做一些快速的比對的時候 就會更快 然後再來檢查說 我在執行的時候 現在這個node剛開始 可能前面已經被create出來了 會不會我已經有 以前已經有同樣的執行路徑 那我就可以reuse 重新利用那個node 然後去update那個node 執行的時間 跟它執行的次數這樣子 然後當我要離開那個function的時候 就是說那個function被執行完了 這時候我就會去把它執行的時間去做更新 然後再把那時候這個數當下的current pointer 把它再指向我的cultry 所以這樣子 這樣結果就是說 其實剛剛這樣子的function code 圖來看 我就可以獲得說 我的a被執行了一次 然後我就可以獲得它的執行的 算是它的執行的路徑 每一個執行路徑被執行了幾次 花了多少時間 所以簡單的summary一下就是說 抽樣的profiler 它可以它的好處是說 比如說我不用更改我的source code 我就可以馬上獲得一個 就是我的performance的metric這樣子 但是比較侵入性的profiler 它的好處是說它可以抓到程式執行的 比較一些細節的部分 但是有些執行路徑 它可能比較少被執行到 那sampling-based的就沒辦法抓到這樣的 但是intrusive-based的profiler 就可以抓到這樣的 加上說開發我們自己的profiler 就如同剛剛前面講的 是說我與其去看別的profiler怎麼用 補它很多的文件 甚至為了要讓它的tool 可以parse我們的data 我可能要做很多的更動 那有的時候可能我們自己開發自己的特寫工具 我們可以做更多的課之後 然後其實加上這樣子比較好玩 謝謝大家 OK 那我們謝謝坤婷 然後目前slider上一樣是沒有問題 所以現場如果想問問題的請直接舉手 我想問一下我有很多問題 那我想先問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之後想要把sampling 一起加進去這個系統的話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可能可以怎麼做 把marmash跑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也要跑另外一支專門monitor的程式這樣 對 或者一個thread 對或是一個thread 大概是這樣 然後看能不能當它profiling結束的時候 把這兩邊的譜料一起做視覺化的整個 有沒有 我們需不需要去把那個reddit tree改成 也能夠得到整個contact 還是說它會是兩個譜料結構 最後再像你講的做什麼 這部分還 目前只想不到兩個譜料結構 現在這個reddit tree裡面 用了reddit tree去滾 cropath 然後我是不是同時解決了reentrance的問題 reentrance就是幾 就是說我有一個function recursion 然後我一直不斷的去加按 就是去擴它 那可能有問題是說 就是可能recursion function會導致我 因為同樣的方法一直被禁止 這樣子 所以可能我的tree 會很不斷的 可能會有一條特別深的 所以這部分可能還要講 可能後續的future world是說 我怎麼解決recursion function 的profile力量 因為有時候recursion它是multi-level 同一個helper 它可能經過了其他幾個方法 再變成一條理 對 這個在在manager裡面 就是常常處理的問題 因為本來你就有可能在一些manager 所以allocator 所以allocator它其實是要處理entrance 那profile大概也需要 因為同一個方程會被呼叫很多次 應該說我這樣聽起來的話 然後剛剛那個credit tree 這個東西我看起來它是要記錄你的call stack 那為什麼碰到這種entrance problem 如果它產生一個很不balance的tree 這會是個問題 就是它的問題 可能有些人可能寫 總是一開始寫 他拿到credit 他可能 他就自己的credit方法 自己credit 對 總共的那顆樹就會有一條線 對這樣下去 我的意思說這個樹 因為我們 我們真的在 譬如說通常碰到不balance的tree的時候 可能這個問題是說 我們如果要查 查 要是那個tree的時候 可能不太好 或者說要 真的要找到我們想要找的東西的時候 就是拿它做search的時候 可能會是個問題 可是如果是 像現在我們要記錄說 他的call stack 大概帶一張什麼樣子 那為什麼不balance這件事情 會是個問題 我的想法可能是說 可能profiling本身就是要去 monitor它的 進行狀況 然後結果 是monitor本身造成了很大的 效能 對 或者是耗掉很多機器 所以我可能想到的問題就是 tree的部分的建立是怎麼構成的 就是 你是在每一個function裡面 然後根據 因為你這邊記錄會是在另外一個function 它會被invoke 別人來invoke它的時候 他來記錄它的function name 然後利用這個name的時間發生的順序 來進行這個tree呢 你覺得這部分我沒有完全理解 它比較像是說 以這邊來講的 我程式執行到了a 這樣 執行到a的時候 我就會create一個tree.node 就是a這樣 然後 再來它執行到b 所以又create了一個node 叫b這樣 然後再c 所以然後在從c return回b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我會去updatec那個node 它的數有點像是動態的慢慢漲 OK 那請問如果是MarketSide的情況 你要怎麼樣證明這件事情 就是我會好奇的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系統是有辦法取得coststack的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考慮說 是用coststack的結果來建立這個tree 對 因為這變得說其實 這樣子會變得說好像用simpling的方式 就快要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變得說其實我程式在執行的時候 基本上 以當來講我應該要知道我從哪裡來 我要去哪裡 那這樣子我應該 應該這樣子就可以記錄了 不需要再去去查它的stack frame 然後還要去work它的frame這樣子 它到底是從哪裡來的reframe過來 reframe過來這樣子慢慢轉 這樣可能會比較慢 但這部分我要驗證 我也可以定義 因為我在想說 或許你在你的involve function裡面 加入一個pid的index 那也是能夠幫你明確出這個 所以的上分成的流線這樣子 或許你這個方式 對 謝謝 謝謝 他剛剛問我一部分想問的問題 然後就是 是想問說 就是 所以你在記錄這個apc這個路徑的時候 呃你是在 比方說下層的function 其實你都前後都有買 買一些扣去記錄 就是要去更改這些 那些 了解 這個tree嗎 我是只有在function的一開頭 有它的那個 然後它是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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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A B C都有買 那些嗎 所以說 比較像是 給programment 玻璃操作這件事情 如果想要播放哪些程式 那就去按插 就這樣 了解 謝謝 那現場聽眾還有沒有其他問題要請教講者了